中国有没有办法 就是有一些能源的部分 被取代呢 或许没这么容易 因为有一些中国的强项 就没办法戒掉嘛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光是电池 现在欧盟也已经觉醒 他们发现 的确 因为接下来不是 全世界都在朝着2050年 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吗 那届时能源就会转换 平时说用锂电池 用燃料电池的需求 会增加甚至到30倍 所以欧盟他觉得 2030年之前 会非常依赖中国的 锂电池跟燃料电池 因为中国现在电池强项 好用CP值又高 再来呢 要采取措施 因为他们希望要 降低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 防止重演对俄罗斯 能源的重要依赖 但欧盟有办法吗 直接就像孙将军讲的 请问这样要花上 多少的代价呢 好再来哦 很多国家都在防堵中国 比如说在这个补助能源上面 中国电池制造商国宣高科 现在呢 直接砸20亿美元 在美国的伊利诺州 他要盖一个锂电池工厂 预计2024年就可以投产了 他的总部其实在中国的合肥 但是呢 他到瑞士挂牌上市 2020年福斯收购26%的股权 成为最大的股东 也有媒体在分析啦 是不是为了要避开 被认定为中资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也在讨论 这个法国的汽车补助 说要避开中国 那请问特斯拉呢 特斯拉在世界上各地很多的工厂 比如美国有工厂 在这个中国有工厂 所以未必它一定要 全部从中国的工厂出货 可是这里面在产地的认定上 本身就一个 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那我先说 这个欧洲 这个要不要把中国的这些电池 当作一种依赖 很多政治人物 都关在家里做决策 根本不晓得在世界上 长得怎么样子 你以为中国的锂电池 全部中国做的 也不是啊 它很多的锂电池 很多颜料也送到海外去加工 有时候量太大了 我也讲过 它还曾经送到台湾来 一个台售底下 一家公司帮它加工 没有人那么笨 都是讲那个谁 都要讲究什么 企业管理的什么 效率嘛 像帅上已经讲了 飞机都要考虑成本了 何况锂电池那么量那么大 怎么不考虑成本 所以中国在运作这个 当然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制造 比如说华为 我们讲国产 到时候确定说 百分之九十国产 还是百分之十外购 因为这基于成本效力的考虑 那你欧洲 你现在说不依赖中国的 底电池 蓝药电池 什么 怕过度依赖 那你自己发展 你也不是没在发展 那为什么发展的 2266 发展的其实在欧洲 卖电动汽车 卖的最好的不是特斯拉 是雷诺加宝斯 那他们做的那种是比较 比较不起眼的 就是平民车 那适合那欧洲那种旧城那种小巷子 开来开去那种电动车 平常来讲是销售量销售的很好 但总价值不高 所以你在世界汽车排行榜上面 老是说上不去嘛 那雷诺跟这个宝斯 他们就在法国 法国政府就给他圈起来说 我们搞一块地叫汽车科学园区 那呼吁看有没有中国人来投资 台湾有一个做电池材料厂商 现在也被拉去投资 然后都在这个厂区里面投资 看能不能成为一个 有高度竞争力的汽车出口的盛况 不是我吐槽他 我已经不是很专业 但也还算半专业 我当过这种汽车电池公司的 这些燃料公司的这种 总经理董事长 所以我大概懂一点 我一看老天爷 你这样能赢中国 下辈子再来吧 不是这样玩的嘛 他有点阴漏就简 然后没有很有系统去规划 马克宏只想他说 那我给你补助 你总该可以做出东西来吧 那这些人想说 我把旧工厂的方式就搬过去 总可以做得出来吧 老天爷不是这样子的好不好 好吧 那你如果能够自己做 而且比中国的好 取代中国的 中国也没有理由反对你嘛 大家公平竞争 看谁的品质好 谁的价钱好 那你如果老是输了 你只能继续依赖 就像说你依赖俄国能源 你去跟美国买 那个四倍的天然气 那个叫做不依赖吗 不很好笑 那你不就是依赖美国了吗 不是更惨 又更贵 那是被美国剥销好不好 对对对 如果美国卖的比赫罗斯便宜 那个才是好朋友 真的 卖你四倍那根本就是 叫什么借机敲竹杠 是啊 那你这个国宣安徽家很有名 他的做电池 做电池星都做得非常好 不过平常心讲 在中国大陆这个排名 还没有到前面五名 但是也是规模 蛮大的一家公司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有很多的 做电池的公司 其实慢慢都发展起来了 而且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美国的企业 是想跟中国合作 但是法规就很多 搞得他们很麻烦 你那个福斯汽车 是德国的公司 买了它26%股权 中国有没有说 我不要不要 我要保护我自己 中国现在走的是个全球主业 对 开放的路线 它走的是一个 一个开放的体系 就像刚才还会单线越南 我觉得它也不会单线越南 为什么 因为很多半导体的生产程序 在中国已经不滑成本了 理由是什么 工资太贵 因为中国的人均GDP一天一天高 你当然给劳工更好的收入 更好的待遇 那你待遇的话 你还要叫它 收那么低的工资 什么东西很低 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这个想到半导体工厂 以为都很高尚的 其实不是 半导体的封装 是非常劳力密集的 封装以后 很多的废料 压起来 压成那种像 这么一大块饼 这种环保垃圾处理的 那个通通是劳力密集 你以为台积电 你以为台积电只吃饭 不上厕所 我讲 他做着费要每天压成一块块饼 在处理当中 那个都是靠人力 所以我经常开玩笑 把它越南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台湾最大的 日夜工半导体的封装厂 在大陆 现在靠大陆 日班夜班都中国人自己 渐渐找不到老公 在台湾的时候 工厂规模很大 我经常开玩笑 白天看得到台湾人 到晚上不是越南人 就是印尼人 台湾的员工已经没办法加班 找不到人加班了 晚上谁给你上夜班 没有啊 那你不搬到越南 不搬到印尼去 你搬到哪里去 你又不能太远 你不能离半导体制造厂太远 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 美国人就说 你台积电老设制造厂 那封装可不可以 请你们日夜工来设 日夜工心里想 我老天女 你还是用飞机运回来 我帮你弄好了 我到那里找员工啊 对 对不对 我总不能去找墨西哥吧 台积电很烦恼啊 对啊 这个企业管理 复杂的这种问题 没办法解决嘛 人家买Apple都要问 是印度造还是中国 台湾造 台湾造他放心 印度造他就有点 所以这封装就是有这个 很复杂的问题 到目前全世界的封装厂 没有办法像那个制造厂 那么高度的这种自动化 真的没办法 太阳星全校客废 一身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